这老法师说 57亿年后 弥勒菩萨会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实现称呼 可是依据天文学的知识 太阳只剩下大约51年的寿命 换句话说 地球也只剩下51年的寿命 所以到57亿年那一年 我们这个世界早就不存在了 请问这个说法 因为佛经似乎相矛盾 不矛盾 这个地球坏了 不在了 灵活系在啊 太阳系是灵活系里面的小点点 这个小点有陈珠坏空 那个小点也有陈珠坏空 陈珠坏空的时间不一样啊 这个世界坏 那个世界沉了 所以你要晓得 苏婆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 不是这个地球 比如我们这个地球上 我们把三千大千世界比喻做地球 把我们地球啊 比喻做一个小洲 这个小洲 遇到一个大地震 小洲沉到海里了 别的山火到底还在啊 弥勒佛成佛 是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成佛了 苏婆世界 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 又活宽地球坏了之后 它又会重新现成佛坏空 佛经上 一个陈珠坏空 是一个大街 你看看 这六道里头 不要说是佛菩萨了 六道里面的无色界 最高的一层天 飞翔飞翔出天 那一边天人的寿命 是八万大街 八万大街 一个大街 是我们这个世界 沉住坏空一次 换一句话说 这个世界 沉住坏空八万次 他的寿命知道 他能看到这个世界 沉住坏空八万次 天文学知道的事情 不多 佛法里面讲 是超过太多了 所以没有冲突 没有冲突 就是这样 就会冲突 还有冲突 火 就在那边 就会冲突 有冲突 也就会冲突 还有冲突